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中国新闻 我是徐卫林 一起来关心新闻提要 北京宣誓一副小 今天早上金船随机砍杀事件 有20名学童受伤送医 另外金正恩昨天抵达中国 四度访问北京 这次是要与习近平谈些什么 稍后来看 中国为了拓展海外影响力 曾经提议纾困马来西亚的 一马发展公司 条件是换取一带一路合约 目前两岸关系气氛紧绷 有专家就表示 如果中国执意武统台湾 恐怕会遭美印台夹击 还要来关心中国 严控网络的行为 似乎又更进一步了 就连外国媒体推特也难以倖免 甚至有用户因此被栽赃 怎么回事呢 中国艺术类考生的年度盛世招生计开跑 没想到报名APP却大当机 影响数十万人的权益 最后香港拟定国歌法草案 但是删除了爱国主义 社会主义等等的字眼 马上来看 中国又传出随机伤害儿童事件 今天早上十一点十七分 北京宣示一副小学内 有一名男子持刀砍杀校内的学童 目前已经知道有二十个孩子受伤 也已经送到医院来抢救 其中有三个人伤势较重 嫌犯已经被当场控制 相关单位正在努力全面调查当中 中国发生校园攻击事件 8号上午十一点左右 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 附属第一小学 发生一名男子持刀攻击学童事件 据报共有二十名孩子受伤 并且已经送到医院救治 其中有三位学童受伤比较严重 根据北京西城官方微博贴文 被送到医院的孩童 目前生命迹象稳定 没有生命危险 而持刀攻击的男子被当场控制 当地公安单位正在全力展开调查工作 另外根据网路流传消息 凶贤疑似原本是校工 因为被辞退行程不满 才会持刀攻击学童 受害孩童当时正在上体育课 不料竟然无辜受到攻击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昨天抵达中国第四度访问北京 不过行程依旧是保密到家 昨天日本与韩国媒体 都还只是猜测金正恩 有可能会访中 今年早上中国与朝鲜的官媒 就不约而同的证实 金正恩果然受中国领导人 习近平之妖到访中国 外传两个人将为了即将到来的 川津二会进一步讨论 而今天也刚好就是金正恩的生日 有韩国媒体就分析指出 北京可能会设宴 为金正恩盛大的庆生 借此紧密连结中朝关系 7号晚间10点 一辆绿皮火车从朝鲜出发 穿越边界 经过中国边界城市丹东 丹东是严阵以待 在火车经过前 火车站周边道路都被封锁 丹东饭店甚至禁止房客入住 可以看到火车经过的房间 会如此大阵仗 就是因为这辆绿皮火车 是朝鲜知名的防弹火车 坐在车上的正是朝鲜领导人 金正恩 根据朝鲜中央通信社报导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妻子李学主 7号在朝鲜官员陪同之下 搭乘私人火车前往中国访问 根据朝鲜中央通信社报导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妻子李学主 7号在朝鲜官员陪同之下 搭乘私人火车前往中国访问 就如同过去几次的访问 金正恩出访总是相当神秘 绝对不会事先放消息 中国媒体新华社也在8号证实 金正恩7号到10号访问中国 不过报导并没有提到他的目的 外交就纷纷猜测 金正恩这一次出访 与最近的川境二次峰会有关 回过去年 金正恩三度访问中国 正值朝美关系经历重大转变 外界分析就认为 金正恩访中除了展现友好之外 也向习近平请议 增加对川普的谈判筹码 如今金正恩第四次旋风访问中国 似乎暗示了川境二次会 已经有谱了 另一方面 金正恩选在这几天访问中国 也代表了朝鲜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关系 中国网络政治评论者牛谭琴 就发文指出 今年1月8号是金正恩的35岁生日 韩国联合通信社就分析 金正恩选在这几天访中 似乎有凸显领袖风范的意图 而根据观察 中国可能会举办盛大的宴会 为金正恩庆生 进一步连结朝中关系 金正恩在第二次川境会之前 先跑了一趟中国 接下来的川境会 能不能谈出什么 随着美中关系持续紧张 也增添了变数 另外来关系马来西亚 一马发展公司弊案 被视为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丑闻之一 而美国媒体报导指出 中国为了拓展海外的影响力 曾经提议纾困一马发展公司 以换取马来西亚同意 让中资企业包建铁路 以及天然气管线 而这使一带一路计划 染上浓浓的政治味 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报导指出 揭露了中马双方多年前的秘密会议记录 内容显示中国官员曾经在2016年的时候 向马国表示 中国会想办法让美国与其他国家 放弃调查前首相纳吉等人 被扣挪用一马发展公司资金案 另外中方当时还提议 在负责追查弊案的 华尔街日报记者住所 以及办公室装窃听器 来查出向媒体泄露内情的人士 而中国要求的条件是 马国同意让一带一路计划入骨铁路 以及天然气管线工程 由此可见中国参与马来西亚工程的目的 带有政治本质 目的是加深中国的影响力 不过不能明目张胆 必须让外界认为相关工程属于市场导向 一直以来中国强调一带一路 是为了加强沿线国家的基础建设 但从中国涉入金元一马公司 凸显计划背后的政治力运作 美方官员表示 中国运用一带一路增强对开发中国家的影响力 使部分国家陷入债务陷阱 中方运作还带有军事意图 不过自从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迪上任之后 就已经叫停中国在大马的一带一路工程案 接着来看到军事方面的消息 习近平4号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 要中国解放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而这是不是要为武力统一做好准备呢 引发国际关注 美国学者易斯安就发表 中国五大战争计划报告 指出中国如果真的要用武力来攻打台湾 没那么简单 除了必须阻止外部的势力 还要对抗来自西藏以及印度的威胁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号才说 不承认放弃武力手段 4号又以中央军委的身份 要解放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 2019年才一开始 习近平似乎就抡起袖子 虎视眈眈 引起许多人反弹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强硬回呛 还呼吁国际社会声援 美国白宫国安会发言人马奇斯也说 美国拒绝接受恐吓台湾人民的威胁 习近平年初一席话引起国际间关注 美国军事专家易斯安就发表 中国五大战争计划 分析中国解放军如果以武力攻打台湾 将会遇到什么情况 易斯安分析 解放军如果以台湾这个大型岛屿为目标 可能会有五种作战计划进行准备 包括大型岛屿联合火力突袭作战 大型岛屿联合封锁作战 大型岛屿联合进攻作战 联合空袭作战 还有边境地区联合作战 易斯安说这几种作战将如何实行 要看北京的战略意图 还有情势的严重性 只不过这所谓的情势严重性 恐怕不是中国能够控制的 在易斯安的假想情况中 如果中国先对台湾发动攻击 美国很有可能出手干涉 迫使中国进行联合反空袭作战 这个时候如果印度军队 或是西藏的自由斗士 对中国进行攻击 中国就要面对来自东方 还有西南边的两面夹击 根据美国之印的报道 对于中国近年不断扩张武力建设 易斯安也认为 美国军队必须强化印太地区的战备力量 还建议应该将台湾军队 纳入美国的防卫架构 自从习近平讲话之后 台湾舆论反弹 多位美国议员也在社群媒体力挺 2019年的台海局势 各界紧盯 另外来关心中国政府严控网路 近来除了向翻墙的民众来开罚 也将打压言论的魔爪 伸向推特等等的外国社群媒体 而且手段非常激烈 不仅派人登门威胁 甚至还传出直接黑进维权人士的账号 发布有可能会遭到当局定罪的内容 中国扩大轻广的行动 打算将所有使用外国平台 来发表异议的中国人一网打尽 根据自由时报综合报导指出 中国政府管控网路的行动升级 利用VPN翻墙上推特发文的民众 成为眼中钉 被传唤拘捕或者是要求删除文章账号的都有 甚至还有一名拥有近5万追踪者的工程师 去年11月遭到国安人员登门造访 要求他删除有关美中贸易关系 中国地下基督徒困境的推文 不过他并没有照做 不料一天之后 便发现他的账号被入侵 删光一万多则推文 也就是说中国当局确实正在加强对推特的封杀 报导指出到目前为止 至少有40起当局派人道府施压的案例 值得注意的是 广东省维权律师陈科云表示 他接到国内安全保卫局人员的电话 指控他在网路发布一篇要联合海内外公民武装起义的文章 不过陈科云声称自己根本没有发过文 因此他质疑整件事情是前国安部门高层 同时也是现任广东省司法厅长 曾祥露栽赃陷害 另一位无信的律师也表示 许多中国人的推特账号 疑似被中国有关部门盗用 并且借此发布可能导致他们被官方定罪的文章 对此北京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王松江 呼吁美国政府以及推特公司 采取行动保护推特用户的言论自由 他警告中方最新的封杀行动范围庞大 已经跨越了疆界管控外国网络 不能够掉以轻心 科技带来便利 但是有时候也令人蛮崩溃的 中国元旦后正只是艺术类大学生的招生季 今年各校联合采用手机APP 这个艺术生来报名 但是却发生严重的系统闪退 无法连接的大档机大塞车 造成数十万考生因此错失报名资格 根据新京报的报导指出 官方指定的报名窗口酿货 一时间在微博上出现了愤怒的关键词 也就是70万亿考生丧失报名资格 虽然APP营运方出面解释 系统档机是报名人数过多所导致 但是由于每年考生数量庞大是众所周知的 官方想用意外当成借口 让舆论更加恼怒 此外呢报导指出 艺术生其实另有VIP的服务 只要花598元人民币 就可以加快报名速度 不过这种花钱买特权的方式 已经严重影响报考考试报名的公平性 而年度上是出了大包震动中国教育部 为了弥补众多权益受损的考生 中国教育部在7日发表声明指出 希望有采用艺术生报名系统的院校 改增其他报名方式增加考场以及延长报名时间 这波易考崩溃潮乱象原因是来自考试新制准备上路 官方错估考生数量以及技术平台惨不忍睹的多重冲击 纵使教育部出面 舆论的指责与不满还是在升温当中 前年10月中国正式实施谷歌法之后 要求将国歌法纳入香港的基本法引发争议 目前香港当局已经拟了相关草案 不过内容不会完全照抄中国 而是会按照香港实际的情况 删除一些不符合社会价值观的字眼 中央社引述星岛日报的报导指出 香港的国歌法不仅必须反映中国全国性法律的立法原意 也要根据香港的实际情况做出修订 比方说中国歌法第一条提到 为维护国歌尊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培育以及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但是由于香港实行资本主义 因此香港的国歌法草案将会删除社会主义字眼 此外国歌法的另一个争议是 中国规定国歌必须纳入中小学教育 提到中小学应当将国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组织学生学唱国歌 教育学生了解国歌的历史以及精神内涵 遵守国歌奏唱礼仪 而香港国歌法将不会用上爱国主义字眼 其他的会保留 香港行政会议今天将审议香港当局订定的国歌法草案 通过之后将会提交至香港立法会一堵 一起来关心中国简报 教宗方济各 昨天接见各国派驻范蒂冈的外交使团 除了互相道贺新年 他也发表年度世界状况的演说 教宗赞扬中国与范蒂冈就主教任命仪式达成临时协议 希望有助于缓解现存问题 以确保宗教自由的空间 另外他也警告说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正在复苏当中 影响到国际组织运作 而且部分国家不应该用单边主义或者孤立行动处理移民问题 因为他认为国际社会有责任保护难民和移民 政府要协助他们融入国家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礼拜发表两岸统一进程的五点主张 一边威胁不放弃使用武力 一边又提出要平等协商台湾专用的一国两制 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瑞哲就撰文指出 如果北京想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统一台湾 只有两种选择 第一个方式是重新订立一国两制的内容 不然就是透过金钱与政治手段操控台湾的政治制度 否则一国两制在台湾绝对没有市场 因为香港就是最明显的负面案例 只会加深台湾民众对于这套制度的不信任感 接下来看到在南水北调工程成功饮水之后 由水利专家提出藏水北调的构想 希望利用丰沛的青藏高原雪水 节流红旗河 再由人工河道引导注入缺水的新疆塔里木盆地 除了改善西北地区的干旱情形之外 还能够增加两亿亩农田 并且吸引一亿人口定居 不过这项计划恐怕会影响到周边国家 因为雅鲁藏布江以及怒江蓝沧江下游 还有几个东南亚国家 如果水源变少 或许会掀起另一场资源争端战 最后来看到浙江省盘安县 有一名30多岁的空气哥 他专门制作空气罐头 有7成的客户来自北方 也出口到国外 还曾经创下年营收400万人民币的记录 原本空气哥只是在实验室里做气体实验 后来是因为有个住在严重污染地区的朋友 问他说 潘安空气那么好 怎么没想到卖空气呢 从此开启了创业之路 根据了解罐头里的空气来自潘安山区 制作过程包含奈米沙菌 紫外线照射等等 更保证含有抚养离止 不过空气哥反倒希望生意变差 因为这代表着污染情况有所改善 好 谢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接下来一起来看稍早的消息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据法广引述中央社1月7号的报道说 国际化工公司巴斯夫在台湾的子公司 6名主管涉嫌泄密给中国的企业遭到了逮捕 据资料显示巴斯夫的运营模式 主要是向台湾的电子级化学品生产商 购买高纯度的化学原料 并且利用其专有的技术与制成进行纯化 再将产品贩卖给全球知名的半导体公司 其化工技术独步全球 包括台积电 联发科等知名的企业 都是合作的客户 据报道 警方在去年10月和11月 已经确实的掌握了不法的证据 查获了涉案的6名限职或者离职的 巴斯夫的高阶主管的境外账户 里面有中国企业所支付的新台币 4千余万元的款项 穷案事成之后酬劳则高达新台币2亿元 据报道 已知巴斯夫电子化化学品的 关键技术与制成的设计图 已经交付给了中国的企业 技术的市值将高达1亿欧元 据报道 巴斯夫台湾公司已经表示 已经立即采取了措施来配合调查 以及保护相关的资讯 并表示将进一步的强化资讯保护系统 香港天主教教区退休主教汤汉 1月7号被梵蒂冈任命为教宗的代理负责人 来负责在香港教区主教缺席期间 来治理香港的教区 香港教区原主教杨明璋1月3号去世 据美联社1月7号的报道说 梵蒂冈的这一举措实际上是为了阻止 对北京持批评态度的天主教 香港教区职位最高的福利主教夏志诚成为主教 另外据香港媒体的报道说 汤汉曾经在2017年发表文章说 北京当局要求主教必须爱国 这种要求并不违反教会的宗旨 然而中共当局所说的爱国 首先是必须爱中共政权 听从中共政权的指令 报道称今年79岁的汤汉表示 他被任命为代管香港教区的消息 已经令他本人感到很意外 那么他也相信这只是暂时的代管 据路透社1月6号引述韩国媒体的报道说 接近朝中关系的人士指出 金正恩于6号前往北京 或与习近平会面 另外韩联社则引述消息报道说 朝鲜列车正在接在高层官员跨越中朝边境 还有日本共同社的消息也指出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疑似第四次访问中国 因在新疆针对穆斯林居民修建 在教育营而广受国际舆论批评的中国政府 近日宣布欢迎联合国官员赴新疆参观访问 但是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7号 在北京的中外记者会上也同时强调 包括联合国官员和专家在内的任何人士 都应当避免干涉异国内政 损害异国主权 中国一位长期参与底层工人维权活动的左翼活动人士 北京大学的学生展振振 一位参加了去年底在长沙的纪念毛泽东的活动 近日被拘押之后 更是遭到了北京大学退学的处理 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说 21岁的北京大学学生展振振去年12月25号 前往湖南韶山参加纪念毛泽东的活动 1月2号在长沙被捕 音信全无 随后北京大学对展振振做出了退学的处理决定 1月7号生效 消息表示说 目前已经有8名深圳家事科技工人声援团的成员 因为去韶山参加纪念毛泽东活动而被捕 特斯拉在中国的第一座电动车工厂 1月7号在上海破土动工 那么这也是特斯拉在美国以外的第一座工厂 据报道 这座建在上海郊区临港的所谓超级工厂 也将是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自的公司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 但是稍微占换排水 所以自己来监 ejenin大家可以来营光 但是 sac银状的电动封丝 加快避耳光